大家好 我是吴云俊 欢迎来到跟着资本家炒美股 来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科技美股的10 排名前10的一些资金面的情况 来 这个有 主要的内容有这个coco文长 还有arkw 这个继续高歌 spy 标普500 尾盘拉升 qqq 资金面还在进 主要看的是pinterest 还有twitter 来 先给大家这个复习一下 看大略略的看一下这个 cisco cisco的今天这个是一个净流出 但是他是往上去的 特斯拉不用看了 特斯拉想来特斯拉看的不用来我这里看啊 atnt是一个好的表现 往上走 这个英特尔最后尾盘的也是有个提升 谷歌谷歌非常的好 往上提的非常的漂亮 最后这里 啊 我非常看好谷歌 我非常看好谷歌 这在我之前的视频里面也说过 来 看到这个facebook 也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还有这个今天的哪里 看一些这个 英伟达 NVIDIA 也是一个往上走的一个趋势 还有一些什么 RVLV RVLV呢 股价是往上涨的 但是呢 他这个股是这个 资金面是往下掉的 所以这个 建议大家不要碰 来 再来这个 进入正题这个spy 先来聊spy 好 来看到他基金 今天的这个表现之一面是非常的好 他最后有一个提升 是这样拉上去的 总的进流才三亿一千五百七十一万 不多 但是你留意一个信号 散户门是在进场了 小单是很多 也就是说呢 这个资本家的 资金成功引诱到一些这个 小资本这个中单 还有这个小单都入场了 下一波呢 就会继续往上做多 然后再进行一个收割 所以呢 这个是一个非常做好的一个表现 来看到他的spy的最近这几天的 一个资金面的走势 29号跟30号那一天呢 都是有一个 急速的提拉 你看 这里有十个亿进场 有没有 只有一个亿 有一个亿进场 进流入 30号那天特别疯狂 30号那天有一个20亿的 有一个20亿的这个进入 好 大家看到这里 有一个20亿的进入 资金面突然往上提 收盘的时候 7月1号 往下掉一点点 那无伤带呀 还是三个亿的进账 3.5个亿的进账 7月2号 突然的往下掉 才5个亿 也就是说呢 他这些都还没有留完 他20亿还在里面 他的子弹还有 资本家的子弹 你看 这也是一个 7月6号吧 这是7月6号 礼拜一的时候 资金面又有突然的尾盘的时候 突然往上提 证明资金面还是喜欢往上做 在这现阶段 再来看这个QQQ QQ 也是最后一个尾盘 今天7月8号的尾盘是往上提 提的很急 非常的急 他资金面的活动情况 那如果是30号是SPY的话 是这个大手百右的话 那这么 纳指也是跟着他玩的 肯定是一样的 资本家都是一起 一个口袋的 7.7个亿都是往上买 这是6月30号的时候 29号应该 29号是一个流出 但尾盘有一点点提拉 也是一个做好的表现 7月2号 是那个礼拜四 也就是这个长周末 独立日的长周末 也是有个往上提 最后还是这个收绿盘 也就是 净流入 结尾 再看昨天7月7号也是一个尾盘的一个小很小幅度的提一下 7月6号 也是一个净流入 所以现阶段的他们的子弹还是会有 还是会往上做 以上的就是我对大盘的分析啊 看到我看完这里 如果还在的话 那你再继续听完 我说ARKW还有这个高通 重点会放到最后 重点会pinterest 推特会放到最后 ARKW 我直接来上中间的这 直接图片了 每天都是一个 稳步往上的 熟悉我的朋友可以可以可以看我之前的视频 我不是推荐大家买这只股票是 稳赚不亏 你看这个 很疯狂 哎 我终于找到一天 他是净流出的 这是几号 他 净流出 将近400万 6月29号 我将 我终于找到一个他 其他都是往上提的 他都是往上提 他虽然交易量不大 但他得胜的这个好的地方就他老是往上提 还有这个高通也是cocom 这个cocom 稳涨 为什么说他稳稳稳涨了 你看29号30号 这些图片就比较小可能有点难看 他是一个往上做的这个你看 资金面都是往上做的 20这个7月7号不做好 7月7号不做 7月7号是往下 7月6号 也是一个文长的态势 那算一天两天三天四天 7月1号呢 也不是一个文长 7月1号不是文长 我在我观察以来他几乎每天都是净流入 都是流入的多 而且手机板块的5G芯片 严格意义上来讲只能有高通能做 因为他是全球 的5G手机都要每一步都要给他交一点这个 专利费 所以就是我看好他的原因 那也是ARKW 一样 稳提上去的 他会给我钱 他不会给我这个亏 今天净流是2700万流出的 但是有一个他 但没有一个像SPY那种疯狂的 也是严实的表现 还是一个做好 我还是愿意把钱投 干货干货 醒醒神 醒醒神 带着一听 中的 7他F 315也是有一个 这个的 看一下 我 关系呢 这个 我这个 我这个电脑现在有点卡 我重新这个录我后面会重新给大家 录一遍这个pinterest 还有这个推特 这个视频先放到这里